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下午在白宫举行记者会 抨击媒体不诚实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 请他为我们介绍 尼亚你好 好的 包容 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否认他的执政团队 以及行政令的推出方式有任何的混乱 他说他继承的是一团糟的局面 他正在落实他的议事日程和竞选期间 对美国人民许下的承诺 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这其中包括媒体 那我们就下面一起来听一下他这段讲话 媒体试图攻击我们的行政当局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正在兑现我们做出的承诺 他们对此不满 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我打开新闻 我看到的报道说是一片大乱 但实际上正好相反 本届行政当局运作的像一部精密的调试好的机器 是的 川普还说媒体有关他的竞选团队成员跟俄罗斯 有种种联系的报道都是假新闻 和掩盖克林顿败选的计策 他还指责媒体泄露机密 好的 谢谢尼亚的报道